手機這個號碼除了用剛剛REPT加LEN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方法 我再取一個用TEST函數來做 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假設我不要用REPT加LEN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一樣我們把綜合練習的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那記得你可以按住這個 這個綜合練習的工作表 按住不要放 拖拉加Ctrl鍵 Ctrl鍵按住 放開 它就會幫我複製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那我把這個改成 這個2改成TEXT好了 OK 那這個TEST函數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很多地方 你不懂得用TEST函數 你是真的是做不出結果來的 那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假設我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用TEST好了 所以把這個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按向下 是向下選到底 按Delete 這樣3比較快 那比如說呢 我今天 假如希望把這邊變成3碼的話 一般如果用格式來做的話 假設選這兩個 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其實呢 你按自訂裡面的話 自訂 有沒有 自訂這個格式的規則 那你可以在這邊輸入3個0 一個0表示一個數字的格式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出現084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084 007就出現 可是實際上 跟各位講 格式 實際上在Excel裡面 就是看到的樣子 不表示裡面 也是084 也就是說 它只是表面上是084 但存在Excel還是84 表面上看到是一個文字 叫084 但是存在Excel還是數字84 可是哦 如果我今天呢 不是只有格式 我是希望哦 它真的幫我把它怎麼樣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 看到的呢 真正的也幫我把它轉換成084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跟各位講哦 如果你要真的把它變084的話 那你必須透過一個函數 叫做Tester 這個函數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希望真的把它轉換 可是你必須要給它 兩個 兩個 兩個參數 我先把它復原哦 Ctrl Z 首先第一個哦 我們在旁邊練習好了 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Test函數 T開頭的嘛 在這裡 Test 那它會跟你要兩個哦 有沒有 一個是Value Value Value 顧名思義嘛 就是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Format Tester 有沒有發現哦 按確定哦 我剛剛有特別提示哦 如果你只要看到Test啦 記得啦 就是文字 也就是你要給它的參數 一定就是前後雙以後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哦 而且 其他類似的函數哦 都差不多 所以以後你只要看到那個哦 它那個參數哦 裡面跟你要Test哦 你就是記得一定要前後雙以後 這樣絕對不會有錯 OK哦 好 那Value的話是資料 什麼資料 就84 它是一個數字 那如果我要把它變成 就是084的話 那其實有點像剛剛 按滑鼠右鍵 我們制定的時候輸入什麼 000嘛 也就是說呢 把剛剛輸入到 制定的那個公式 放到這裡來 的意思哦 那它就真的幫我把它變成 084 可是你想說 老師不對啊 它怎麼還是84 因為這個 這個有錯誤 哪裡有錯 看得出來嗎 Test有沒有 記得哦 如果你看到Test哦 就是什麼 前後一定要雙以後 OK 這樣子 就不會錯了 真的 非常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都沒有概念 Test 就忘了加 前後雙以後 有沒有 這個還蠻常見 因為我常看 老師錯 為什麼看不出來 我說你忘了加前後雙以後 而且是普遍性的耶 可能因為之前 同學比較少接觸這種函數吧 所以我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看到 只要是他前面跟你講說 你要什麼什麼Test 那你就一定記得 前後一定要雙以後 基本上就不會錯 因為我 大概每一個讓亂過 我發現好像有共通性哦 這個主要是把所有 Excel的那個函數 使用一輪之後 發現啊 就差不多是固定規則 所以以後啦 你只要看懂前面的訊息 給他對的東西之外 然後看一下得到的結果 是不是符合你要的 你再按確定 就會得到你要的 OK 第二個的話呢 順便講一下 你們有沒有發現 還有一個細節哦 得到的資料 他是靠左還靠右對齊 靠左對齊對不對 如果靠左對齊哦 如果不是因為你自己 按著靠左對齊 他就靠左對齊 那通常他是文字 OK 他是文字哦 那如果說 假如呢 我們今天哦 得到那個資料 他靠右對齊的話 那他裡面一定是數字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細節啦 因為有時候同學不太知道這個 細節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你如果資料形態錯的話 結果也是會錯誤啦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都是細節啦 所以你像用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假設在抓7的話 就變成007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我有這個規則概念的話 我把它帶到這邊來 那我可以等於什麼 零九 有沒有 然後end什麼呢 end這個 然後再end 後面的話呢 再一個減的符號嘛 所以減就是全或雙以後 然後end 那我剛剛那個test我就可以 end其實可以從這邊插入 或者你用打的也可以啦 插入函數 然後把最近使用過的那個什麼test 把它選到 然後value的話就是84 formate test 如果你看到test 記得先打雙以後就算了 避免那個忘記打而產生錯誤 OK 這個非常重要 一定要記起來 真的 因為看到太多同學 都這個地方就是容易做錯的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個就對了 這個怎麼做 很簡單嘛 把這個end 跟剛剛邏輯一樣 複製貼過來 改成什麼呢 改成H4就好了 這個地方 G4 改H4 按打個勾就OK了 而且你會發現 如果跟剛剛的那個REPD 加LEN比 這個顯然是 簡單的太多了嘛 對不對 如果要比起來 那你乾脆用這個 就完成了 所以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補充一個叫TEST的函數 那TEST函數還能做什麼用途 其實順便補充一下 這邊的一個技巧 就是說呢 如果以假設生日好了 比如說我們後面 舉例說明 就是說如果我想要統計 統計什麼呢 統計這些會員裡面 假設會員資料裡面 生日呢 他是在 這個也有民國年嘛 那如果我想要統計 這個會員裡面 哪幾年級生的占比最多 幾年級 比如說七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那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要樞紐分析表有沒有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 分析年次的話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的資料裡面沒有年次 很抱歉 你也沒辦法用樞紐分析表分析哦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使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一定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沒有那個欄位哦 你就不要用了 因為根本不可能會分析得出來 那怎麼辦 第一件事 你必須產生一個欄位 叫做幾年次的年次 比如說這裡 假設我要需要一個年次 OK 也就是我今天哦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把這個生日丟給他 可不可以 抱歉 他看不懂 OK 他一定要是年次這個欄位啦 所以我們可以再把什麼 這個的格式複製過來 這個叫年次 好那需要一個欄對不對哦 那這個欄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前兩個字搬過來 那你想說 老師很簡單 剛剛不是有個lapt嗎 lapt不是指前面兩個字嗎 那我們比如說文字裡面有個lapt 但是你會發現如果用lapt 抓取前面這個資料的話 你會發現他得到的是 假設兩個字 看到的是70有沒有 可是得到為什麼會是29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怪怪的 你想說lapt不是抓前面兩個字嗎 那為什麼看到的跟結果不一樣 其實這個跟 剛剛test有點關係哦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哦 假如希望哦 你看到的跟你要抓的會一樣的東西的話 其實哦 也可以用剛剛的方法 什麼方法 第一個哦 你滑鼠按右鍵儲存和格式 接下來的話呢 你看它制定 這個就是它的公式 那我剛剛講過哦 如果你要用lapt之前哦 你可能要先把這個資料 先轉成什麼 轉成文字 然後呢 再去切割前兩個字 就會是正常的 那怎麼做哦 可以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把它變出來 或者啦 如果你們假設不用test 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完成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剛剛主要是利用那個 test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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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